熊本縣知事和地方長官戴著安全帽 參觀台積電熊本廠水處理設備 JASM的場區內部首度公開 這是二月二十四號熊本廠開幕一室當天 典禮前台積電總裁魏哲嘉 和豐田汽車會長豐田張南 首度會談的畫面也曝光 台積電前進日本設廠在台灣投資腳步也不停歇 因應全球晶片需求熱 台積電再度啟動北中南擴產 四月將展開裝機與新建中的2奈米晶圓廠 先進封裝廠一共10座 工藝內也透露1奈米世代在台灣投資建廠 也需達到8到10座 台積電或者是台灣的這個半導體廠 不僅是在日本還有其他的部分 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身為台積電董事的公民心強調 台積電赴日投資不是產業外移 是國內外同步擴廠 高雄和中科現在也都納入先進製程規劃 未來將更鞏固半導體生態 三里新聞 林玉峰 李孟山 綜合報導